Leo聊事件 天氣都不開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寶宅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世界沙漠錦標賽 這場比賽應該是表演賽 因為這場比賽是單挑賽 世界沙漠錦標賽是團體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把的對手 是妮可夫對上Dout 兩位都是非常頂尖的世界知名選手 而且這張地圖相當特別 像這個北極一樣 北極圈還有這個氣 那我們看一些比賽賽事 這個地圖的種類就有點不太一樣 那生物的分布呢 中間是有兩顆的 那上面有 這裡大概每個角落 大概有一顆 這裡還有一顆 而且生物的分布還蠻算 還算不是那麼的平均嗎 因為這個出生點位有關 那來看一下藍色的日本人 妮可夫 這邊的文明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伐木場採礦地模仿 都是半價的 一開始省下這些木頭 就可以獲得更好的經濟優勢 可以去按更多的漁船 或者是可以讓他更早的開下碼頭 所以日本人的妮可夫 這邊的目標 就是先五個人去吃肉 然後其他的村民去補到五個人伐木 然後先去下第一個碼頭 好 那這個村民蓋完房子之後 就可以去來下碼頭了 那日本人呢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馬工 或者是工兵步兵路線 騎兵路線沒有三級馬鎧 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城堡時代還是可以用 地用時代也OK 那後期呢 他沒有這個異端斜碩 只是小問題 Story部分還算是全面的 整體來說 日本人還是比較偏向於 使用日本的攻速加成優勢 會比較好打正面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道特選擇的文明是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特色呢 是他的銀壘 是比較特殊的防禦建築物 造價大概是城堡的一半價格而已 銀壘可以產生寶加利亞奇兵 那寶加利亞奇兵呢 是擁有兩條生命值的 這個特殊奇兵單位 他的騎馬板死掉之後 會變成下馬板 變成步兵模式 所以寶加利亞奇兵 算是一個很麻煩的奇兵單位 那寶加利亞人 他最大的問題是 他的工兵不能升級 所以他的封建時代史 給的這個節奏影響力 一直以來都不是那麼的夠 因為封建沒有工兵 自然就不用擔心 風轉弓轉騎士 這種搭配組合 那寶加利亞人 後期的步兵呢 他有這個血液雙手劍兵 近戰防禦可以高達8點 防禦非常坦 所以打日本人來說 或許可能會有點奇效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人這邊已經補下 第一個碼頭了 那日本人呢 他也是 四地帝國裏面 補於速度最快的文明 變成這個薩西米 風靡全世界 這個薩西米是真的真的 很快的 好 那這個薩西米開始補了 可以看到日本人這邊已經 要來準備升十代了 這樣肉夠嗎 感覺要再端一村嗎 收個肉 喔可以 哇很極限 好 兩邊的配置都是有 精心研究過的 好 那這邊也是升到了 弓箭十代 好 這裡是後面捕魚 然後這裡是決定在內圈捕 捕了一個夜市漁港 那由於這是北極圈的關係 所以這個村民啊 或是赤猴單位 都可以在這個冰上面奔跑 直接在這個冰湖上面奔跑 所以這些漁船在中間 其實有點危險 很容易被對方的伺候圍攻啊 所以日本人這邊 前面上去封印之袋 一定要按個火彈船 先按個火彈船防守 那道特這邊就很安全 可以繼續出魚串也沒關係 因為第一時間可能要被騷擾 會比較 對手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 我們可以看到道特 這邊是已經準備 打裝甲步兵了 已經慢慢出門了 兩隻步兵已經來了 中間有火彈船防守 暫時 尼可夫的魚船不會有問題 三隻裝甲 過來 好 在莉亞的步兵是可以自動升級 所以打裝甲 優勢其實在前期是很大的 好 但是在找洞鑽 沒有洞可以鑽 也沒有打算要打木房 要打了嗎 OK 開始 好 那房子的話 他的 防禦力是比木牆還要少 你看木牆是加2 那房子是 風電時代是-1 所以這個細節上的方面 打房子其實也很快 好 那我們來看木牆這邊 應該是打不過 應該就是被拖到射箭場出來 應該就沒救 好 看一下後面這裡 後面這一波火戰船 被拉打 這個 汽兒在叫是不是 呵呵呵呵 叫得很開心 啊 好 這邊是 欸這隻村民 要小心了 這裡 炸 被戳掉了一艘漁船 火戰船再戳了一艘 那這邊槍兵戳戰船傷害很高 所以要小心 不要被槍兵給戳到 哇 看戳一下12滴血 這個槍槍戳船很痛的 好 後面一隻槍兵被搞定 村民也被拿下 那道德這邊已經損失了三隻村民 應該是一隻村民 應該是一隻村民 加上 兩個 漁船 哇 兩邊打得不可開交 左邊這個 欸 這個這有怎麼燒死 啊 OK 好 左邊這個三隻中打部兵 被弓兵稍微秀了一下 好 殘血 好 這波騷擾 最後是有尼可夫 拿到優勢上的 這個 勝利 好 槍兵最後是全部搞定了 好 看到這邊的部分 道德並沒有出太多槍兵 去來抓這些 魚船 那其實道德剛剛也不一定要出火戰船 他其實也可以出這個火蒙筒 自爆船 那個爆破船 岩下去炸下去 哇這三隻槍兵直接倒 好 應該火戰船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邊可能還是 第一個時間點 可能就是用火戰船人手下來 但是槍兵 打這個戰船實在太痛了 有人 有人詮釋這個槍兵打船為什麼這麼痛 是因為 槍兵到了海上 攻擊到船就變海盜了 所以傷害特別高 這個解釋 各位覺得給過嗎 好那我們來看到這邊 日本人準備要來轉 弓轉奴了 然後可能後面接騎士 唉唷 這個 弓兵直接卡在這個位 有點危險 好看一下這多弓兵 能不能做到更多的事情 好毛病過來 小心 這個槍兵被射了兩下 再過來 騎士出來了 這一波 密克夫要放棄自己的弓兵了 先射槍兵吧 不回頭射嗎 哇殘血的槍兵沒射掉 好 但是DOT想要來阻止對方在中間補魚的優勢 開始轉出了一些戰船 這個自爆船可以炸村民嗎 小心 趕快趕快 生旅趕快按 現在DOT沒有修造院 招戰船或是招這個自爆閥 都很好用 好 密克夫點了弩炮戰船 升級上去了 好戰船路線 比較少一些些 欸要小心 我要炸一下 炸個活戰船 哇 直接炸了半血 這個碼頭 很炸烈 好 但是DOT好像快要把海戰給拿回來了 這波海戰殘血 6滴 能燒掉嗎 可以自爆船來炸一下 漂亮 但是好像不是那麼漂亮 好像只照到了一艘是不是 好 但是DOT現在有一波冰衝了進去 密克夫這裡有看到 但是這個洞有補起來嗎 有 這個洞補得很好 好 OK 上方這些騎士 在這邊繼續跟這些戰船迂回 反正我砍得到你這些戰船 戰船可是會被騎士追著砍 哇靠 這個傷害太炸裂了 騎士砍船就是這麼的痛 平常這個騎士追船的畫面是基本上看不到的 好 DOT這一波 又換掉一艘戰船 好 騎士兩邊互砍 你砍我我砍你 戰船繼續被追著打 後面自爆船 沒有在按 後段船在後面 生女出來照想像 OK 看到生女趕快拉走 倒好這個反應速度非常快速 後面戰船 欸這個怎麼一趟魚船過來 欸 這個才是戰船 欸 剛想說這個戰船哪時候包過來的 結果是魚船啊 魚船跑到人家門口捕魚 共享漁業資源 好 好 尼克福這邊點一下槍兵的升級 這裡 大槍兵升級以後 防守就會輕鬆一些 而且日本的槍兵攻擊速度之快 所以我覺得 有攻速加成的文明喔 通常都是那個 這個氣餌會咬人 他氣餌生氣了 氣餌對決 一滴 完了完了 動寶要生氣了 完了 我被動寶檢舉 要被黃標了 動錶 動 把氣餌全部倒地 好 那這邊 槍兵一直戳 哇 戳掉了非常多的道德的馬 這把的文明對決 也算是 步兵攻速最快的文明 對決 騎兵攻速最快的文明 寶加利亞人 他有這個馬登技術 可以讓騎兵的傷害 攻速加成33% 他的重裝騎士 大落馬 都有攻速加成 那日本則是所有的步兵都有 攻速加成 那個氣餌真是在爐小的 好爐阿 一直在爐阿 OK 那我們回到海戰的部分 好像告戰路 這個 爆破船 要炸了嗎 沒有辦法 這個不能炸 這個炸了有點虧 好 拉回去 OKOK 現在兩邊 戰況比較 膠著的部分 是海戰的部分 道德一直沒有取得優勢 但炸一波就不同了 漂亮 這一炸之後 又 賺爛 OK 剛剛說沒優勢 現在突然有了 優勢突然出現了 突然出現了 OK 現在這兩隻戰船可能都要被招搶走了 這個是夜市漁港 戰船沒地方逃阿 生旅在這邊宰治力太強阿 所以道德這裡不出生旅 讓我有點納悶 有出生旅的話優勢是非常巨大的 畢竟免費的一艘戰船 免費的戰船可以招 好 這個直接炸出來 好 道德這邊直接往上拉 這邊是想要升個城堡嗎 還是要蓋TC 但是應該是蓋寶才對 他想要找個風水寶地 敲一下城堡 這槍兵已經過來 槍兵追著村民 知道你想要搞點事情 完蛋了完蛋 妮可夫已經看到了 但是有機會可以阻止嗎 騎士馬功繼續按 好 這邊直接用騎士去抓 把重裝場上面 重裝場上面直接全部殘死 因為這邊槍兵血量已經百分不多 好 但這邊馬功已經阻止道德過來 道德已經踏下第一根銀壘 決定控在這個石頭礦 控你的圖仙 我有騎士護駕 道德現在正面的碼頭 已經決定要放棄了 海戰打不贏 我們就鬼轉入戰 好 這裡直接騎一根寶 想要把道德這個銀壘給敲掉 這裡再敲一根 漂亮 但是這裡敲一根可能會來不及 對方城堡可能會起點比較快一點 基本上這裡道德是沒有任何的優勢 這根敲下去也不會有很好的一個結果 兩個銀壘剩一根城堡 可能會有點炸裂 好 好 好 保加利亞騎兵被招搶掉 好 OK 哇 這隻村民兩隻 生侶再一個 哇 三個生侶 好 然後村民可以放進去 城堡銀壘裡面再放出來 偷走掉 好 沒問題 現在這兩個銀壘繼續升叉 後面蓋了工程器製造索 可以轉個衝車 這裡要放自暴兵嗎 放自暴兵 炸藥桶 炸藥桶 好 把這個村民放進去 銀壘現在是3個是10加2 村寶是11加1 現在道德這波騎兵衝進去 尼克夫加了一團大亂 但是尼克夫也沒有放棄騷擾的機會 看了一些兵在消滅 這邊騎士會被遭到嗎 沒有辦法遭到 直接被砍死 好 銀壘越來越多了 尼克夫開始出現了大量死傷 這波騎士衝進去 砍了非常多的村民 尼克夫現在 橫黃內 一片混亂 拉了一堆生侶回防 好 現在回防結果是 現在尼克夫還是守住 銀壘一直插進來 直接插你蠻臉 三個 四個銀壘 來了 這裡還開始轉 雙甲衝車 但裡面早就已經有所準備 待會村民可以放出來 但是這裡放出來 能夠順利解掉這根衝車嗎 這邊衝車偷偷在頂 後面補下了一個TC 好銀壘的部分 沒有辦法繼續往裡面伸插 有點可惜 這邊村民其實可以走過來 但是道德不想要那麼冒險 走過去很有可能這邊有一堆 戰船會突然噴出來自爆 好但家裡現在也是也被騷擾 哇這一波 尼克夫來了一個 回馬槍 本來要撤退了 突然回來扁你 撤退了 OK那現在四個銀壘 繼續給到很大的壓力 這個衝車 很快就能頂掉了 好投車出來防守 好一隻手銜啦 想要去點底看 但是沒機會 三爆選擇不修理 OK修不起來 因為後面的銀壘 在空著 好直接切射掉 OK 走過投車最後發傷害 最後點掉這根城堡 好結果左邊的騎士 六隻招翔 直接全滴 還好一隻騎士都沒被被招 但是損失了這麼多的騎士 讓道德的進攻 會受到阻礙了 好城堡拿下之後 現在開始在點其他地方 那現在 道德也可以在這邊補一根一類 但是現在石頭不夠 反而是被尼克夫插了一根寶 好在家門口 雖然這根寶沒有插在臉上 但是還是有點小小的難受 這些硬出門就會被射 還好沒有燈到雪 好這一波寶甲利亞騎兵 就到處 騷擾當中了 好衝車 能夠打掉嗎 插一下 哇兩台都要爆了 喔兩台殘血 這什麼東西 殘血回來修理一下 讓村民過來敲一敲 結果不動 漂亮兩台沒了 但是他也沒了 現在一換二不虧 好寶甲利亞騎兵在左邊 抓到了這些村民 喔這個建築學 圍得漂亮 讓森旅有足夠多的時間 可以過來招翔 但左邊依舊有洞 這個洞要流進來了 後面的森旅開始招 加利亞騎兵 騎士的話就很難打 好但是日本人這邊經濟其實蠻不錯的 一直有漁船 在捕魚 這個捕魚的經濟效益實在太好 可以看到日本人這邊支援領先 三萬一 等下大概三千多的支援 好那現在漁船非常多 十包艘 那到頭是只有五艘 這個漁船的數量真是天差地遠的差距 好中間終於補下了下一根的銀淚 插完銀淚之後 日本人又挖了石頭 也是要蓋堡反擊 好這個招翔 沒有招到東西 右邊日本武士 怎麼突然砍了兩隻村民 好但是不敵箭矢的傷害 好倒地了 現在日本武士慢慢出場了嗎 那日本武士打保加利亞騎兵 其實是一個很好用的單位 因為他不管是上馬板 或是下馬板 都有這個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日本人打保加利亞騎兵 算是正面對打 算好打的一個單位 反正是出槍兵 把這個保加利亞騎兵變成下馬板的時候 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好戳癮 所以保加利亞騎兵最麻煩的地方是 他不能只單出一個單位 就能解得乾淨 如果有玩過卡牌遊戲的人 應該知道什麼叫死亡之聲 那保加利亞 就是有這個死亡之聲的效果 非常麻煩解不乾淨 好那現在尼可夫 點下了這個帝王時代 那現在道特也點了帝王 兩邊帝王時代差了十秒鐘左右 這邊不要蓋了吧 道特應該是沒看到這裡有蓋寶 蓋到一半還過去敲地基 小虧 但這一波道特還算是有收穫 有收穫但不多 因為這邊經濟沒有受到明顯的受傷 日本人這邊的捕魚效率實在是太舒服了 不中田也沒關係 但是其實還是有中 好現在點下了步兵凱俠 守吹車 尼可夫稍微把自己的經濟控好 待會地用時代移上 道特這邊的防線 就會有問題了 好那現在兩邊都在顧一下經濟 連道特都在捕人走了 這裡有一坨保加利亞騎兵又再次衝了進來 有機會看到著翔嗎 這裡直接打個一波尻掉了兩艘戰船 好尻了就跑 繼續跑繼續跑 在尻那個漁船嗎 沒有 直接拉走 好繞了一圈 看一下這裡 直接壓寶 地用時代移上 按了兩台巨型頭C 道特則是沒有城堡的關係 趕快補一根堡 才可以按巨頭 道特肯定一次忘記了 自己沒有城堡這件事情 全次贏了 OK這一波 成功擋住 大槍兵也防守好了 勝率在後面 終於追了過來 來遭翔 對方招到了一隻兩隻 好但是其他的勝率都已經在進入發呆的狀態 好又招到了一隻 蘋可夫這邊運氣不錯 招到了三隻保加利亞騎兵 後面還有一隻殘血的保加利亞騎兵 有沒有拿下 這個這個勝率勝率勝率 3D勝率沒有看到 到此這邊有點尷尬 但家裡對頭已經開始在攻城了 好這一頭兵也沒有很好的去騷擾到 好現在保加利亞騎兵瘋狂打漁船 看可不可以把漁船打少一點 不然你的經濟真的是太好了 好過頭了 好繼續敲 敲這個戰船傷害真是太高了 好但是保加利亞騎兵還沒有點馬登 傷害還不是到最頂的狀態 好這一波保加利亞騎兵又要衝了嗎 先抓掉上面這台巨型投射機會比較好 這邊還在空還在空 下面的槍兵也在騷擾當中 這個營養準備沒了 這波妮可夫 慢慢打出了自己的優勢 道特反而是有點焦頭浪耳 一直有太多地方要打 防守部分也開始要還注重起來 家裡一台巨型投射機都沒有 那妮可夫這邊的兩台巨型投射機 其實可以拉很大量的保加利亞騎兵過來解決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道特要不要拉保加利亞騎兵過來解決 但是這邊漁船抓得漂亮 直接抓了六台漁船 這個漁船死的有夠快 好現在中間的夜市漁港清理的差不多了 中間的大戰已經搞定了 現在只剩下外圍的這個北極圈 這魚還沒有辦法去控制下 好後面兩邊城堡都在互砸 這根城堡要拿下了 沒問題 這一發就可以拿下 哎呀 拆除成功 好但是道特加利的問題開始守不住了 日本武士跟槍兵瘋狂衝鋒了 又再戳又再戳 完蛋完蛋了 日本武士已經開始拿刀開砍了 好那現在槍兵已經成功 量產起來 城堡掉了 所以這邊可以趕快用槍兵戳掉巨型偷襲 後面還有三個鷹雷 好到特這邊補下了拇指環要來轉馬功 保達利亞人走馬功路線也是ok的 雖然沒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但是他的走向算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三攻三防都有 彈刀雪 然後點下去 好巨型偷襲衣要來了 這裡馬功轉的比較慢一點 但至少現在有馬功打日本武士也比較好打了 還是要瘋狂的往後拉打 非常吃手術的一個操作 好巨型偷襲 這邊要小心不要被戳到 哇被戳到了一匹馬 保達利亞騎兵回救 這一波防守沒問題 但是後面的兩台巨頭沒有辦法去拆除 所以這一波還是要拉回來 倒特已經開始全面放棄上面的銀類 好這台衝車裡面有載六個小弟阿 小弟在他瘋狂衝車當中 好直接拿下兩台巨頭 巨頭全拿掉了 好現在16隻馬功 好那日本人點下了化學跟三級射 應該是要轉馬功和戰矛 這邊是決定走馬功路線的 日本人這邊依舊是要走馬功 會比較適合 畢竟有這個流敵馬的效果 好倒特這邊重新補了一個TC 但是被槍兵抓到 還有日本武士在裡面 哇這波又要死幾隻村民了 沒有辦法全收 馬功33來遲 已經死了一些人了 馬功來了巨頭也來了 TC往前補 那我就敢拆 倒特現在越來越劣勢 日本人的優勢慢慢展現出來了 西洋時代步兵 通常成為主力的機率很高 而且攻擊速度又快 後面又有流敵馬 巨型頭司機的攻速又快 怎麼辦 倒特 蓋一個拆一個 妮可夫現在 穩定了自己的正面局勢 雖然沒有辦法持續騷擾 但是現在也足夠讓倒特很難受 現在三級伐木也點下去了 經濟直接空到最好 空了一下黃金礦的地方 有黃金就有未來 所以倒特現在未來不多 只剩下兩個人在挖金礦 太慘了 就只剩下這兩個人在挖金 完全斷機的狀況 看到這邊有黃金 趕快來蓋個TC 但其實他的黃金也所剩不多了 這一把很快就要分出勝負 倒特還有沒有機會呢 好日本人點下來重裝馬弓 好加利亞騎兵 現在就從左邊揪了過去 兩邊馬弓對射 日本人這邊稍微劣勢 右邊的數量不夠多 這兩隻村民還在這裏 好利可夫要不要趕快點下彈道雪呢 好下面的城堡 手進去 好戰毛兵點下 好戰毛兵點完之後 光明鎧甲二級挖金 就都陸續點下了 現在尼可夫 只要續播 三巨頭或四巨頭 就可以瞬間拿下倒特這邊的 上面的軍事了 這裡只要一拿下 應該就要投降了 下面這塊黃金也沒了 直接被插寶插爛 倒特被空金空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好這邊過來想要來敲村民 這裡是馬攻 古斯堡加利亞騎兵 射了一下發現有城堡 倒特已經無處可走了 用馬攻控金 正面的戰毛兵想要守住 但是巨型頭實際繼續攻城當中 這一波倒特不打到底 不甘心 一定要打到底 也不是不甘心吧 反正是表演賽的關係 不能擅自投降 不能這樣隨意的 就放棄 好那現在衝車來了 日本人的三級工兵鎧甲 下了 現在這一波馬攻 一直在拉扯 好在這邊的馬攻騎兵來了 這一波是倒特的最後一波 能夠拿下嗎 來看一下這一波 馬攻往前一點 但是前面的保加利亞騎兵 是專心拆巨型頭實機 但是好像沒有拆掉 下馬版的保加利亞騎兵 在這邊繼續反擊槍兵 則是收掉了兩台巨型頭實機 日本人轉出了一些刺猴 但是還沒升級新騎兵 怎麼會有黑暗刺猴出來打架呢 5加1 打得不錯 OK 但是現在戰毛兵也快要扛不住 現在肉馬數量也越來越多 馬攻在方面反擊這些肉馬 也是花了一些時間 現在馬攻數量已經無法成型 倒特的戰毛兵很努力的在岸 這一波招戰應該是由妮可夫 還是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前騎兵這時候煞爽變身 哎呀前騎兵來了 現在馬攻越越越難打了 哎喲結果 倒特把妮可夫打到退了嗎 這是什麼奇怪的畫面 怎麼會打輸呢 戰毛兵好像有點太多 好有馬凱 待會再繼續上 好到這邊也點下了新騎兵 但是但是最重要的科技一直沒有點下 這個馬登 到底有沒有機會點呢 好 休息時間來到了一小時了 倒特還沒有要放棄 正面馬攻又衝了進來 家裡有戰毛兵防守 但左邊這一坨戰毛被控 右邊這一坨馬攻在偷村民 正面的騎兵直接衝破防線 抓掉了非常多的戰毛 好 哇村民溜到後方 看你後方到底還有多少經濟 過得不投 哇 終於抓到後面的 契兒 契兒助攻 好這裡再補一個陰類 嘗試把黃金給奪回來 倒特這一波真的是沒放棄 他真的覺得他自己有機會 哇這一波倒特有可能很關鍵 但是這裡怎麼辦呢 家裡的馬攻 戰毛兵還來不及過來支援 死的死 殘的殘了 經濟越來越差 尼可夫雖然經濟也沒有到非常好 但算是正常的 庫存資源 還是比倒特多了很多 好 看一下這裡 下毛兵 拿下巨型頭西 漂亮 後面這一波 打架 平壘 成功手下 黃金就有機會了嗎 好這一波馬攻不遠了 直接大狩獵 狩獵開始了 哇 這一拖馬攻已經擊殺了 63個單位 28個村民都已經倒下 好 照特這邊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尼可夫 拿下比賽的勝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尼可夫 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贏了大約快要3萬經濟 這也是保佳利亞人最大的問題 經濟一直都很差 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是他的致命傷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是最高確的 為了 我們拍照 可以在們的行程 我們拍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